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不一定是坏事 至此 他心生一计 楚磊将你们消极染防 淳于守志的指人背负在身 拔除 为的就是要让龙徒库看见 将自己劫掠淳于一案 坐实 他这么做 是为了保护淳于的冥结 一个已经有了婚配的女子 与他人私奔 这话传出去太难听了 这也就是为什么 你发现淳于的房间杂乱无比 可你近在咫尺 却未曾听到半点动静的原因 案发的时候 你在什么地方 我在隔壁的房间里啊 那你女儿房间里 闹出那么大动静 你什么都不知道 淳于已经嫁为人妇 怎么可能做出这种越轨的事情呢 冥府 你可不能毁了我女儿的清白啊 小掌柜啊 小掌柜 你可知道 淳于嫁入朗家之后 从未与她的丈夫 缘过房 你知道 你 你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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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还有一点 你一定也知道 那晚 淳于是收拾了她所有值钱的细软离开的 事后你一查便知 淳于与楚磊 定是私奔 你却隐瞒了所有的事情 致使楚磊入狱 淳于至今下落不明 你说 你说 你保护的 究竟是你女儿的明节 还是你自己的脸面 阿姨 我 你看看这个 淳于是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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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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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你 我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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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我 你 我 我 你 我 你 可 出事后 却被龙土虎反咬一口 在你萧掌柜的推波助澜之下 出类辱具 纯玉的行李后来被龙吐虎逐一变卖 好在他十字不多 纯玉这两个字并不认识 所以才留下了这包袱皮 擦刀过肉 我的女儿 我淘汰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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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淘汰你